大家好,我是第一美食的阿飞 今天分享一个手撕包菜的做法 教你包菜吹嫩不出水的技巧 在家也能炒出饭店的味道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操作 首先我们把包菜对半切开 把里面的根茎去除 然后用手撕成小块 打成一片一片的包菜叶 把胶硬的包菜净也撕下来 以免影响口感 然后把包菜放入清水中 加入少许的屎盐 加屎盐,包菜能洗得更干净 颜色鲜亮 洗干净以后 捞出来沥干水分备用 我们准备五花肉一小块 切成薄片 大蒜几粒拍扁 生姜切成零片 大葱破开切成葱花 再准备几根线椒 几个小米椒 写刀切成片 放在一起为菜品正式 食材全部准备好以后 我们开始烹饪 锅内烧油充分划锅以后 倒出热油留少许的底油 把肉片放入锅中 开小火煸出里面的猪油 肉片炒成透明状势 口感会香而不腻 倒出葱姜蒜一起翻炒 炒出蒜香味以后 倒入青红椒翻炒几下 把煲菜倒入锅中 转大火快速翻炒30秒钟 把煲菜炒断生 煲菜一定要用大火快炒 以免搭量出水 口感不脆 煲菜断成塌软以后 倒入一点料酒去腥 加入味精一克 白糖少许体鲜 鸡粉一克 蒸一次油五克 快速翻炒聚业以后 即可出锅装盘 记者要点 一 用淡烟水洗包菜 包菜能洗得更干净 颜色鲜亮 二 洗干净的包菜 一定要沥干水分再炒 否则炒出来不够脆 三 包菜要大火快炒 炒得时间久了容易出水 吃起来没有脆感 四 蒸一次油本身是咸的 不用另外加盐 好了 这道清脆可口的 首饰包菜就说好了 感谢您观看第一美食 简单粗暴的美食视频 阿贝和您下期见